大家好,我是投资家日报的孙庆龙老师 每份只要35元的投资家日报 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同聪明抓趋势投资看日报 那今天孙老师想讲解一个产业的讯息 尤其我们过去常常听到 一颗苹果就可以救台湾 那最近苹果的股价平创历史新高 先前52周的历史高点甚至还来到了505元 后来是因为苹果开始进行股票的分割 所以才滑入到目前的130亿元的价格 那苹果股价在平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它的本益比也拉高到39倍 而市值更攀升到2.25兆美金 也成为美国史上第一家 甚至是全球第一家 市值可以突破2兆美金的这个巨型的一个企业 那我们看到苹果这么旺啊 它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像以前一样 不只旧台湾甚至旺台湾呢 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的投资朋友 应该会非常的好奇想要去了解的 那毕竟其实我们看到最新的iPhone 12 应该没有太大的意外 应该会在今年的11月份上市 那这一款的iPhone 因为它已经是搭载了这个5G的一个通讯的一个配备 所以应该也是备受期待 那目前市场中所传出来的价格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都还蛮平易近人的 像iPhone 12这个5.4寸 如果你是搭载128GB的 售价目前的一个市场的推论大概是649美金 所以折合台币大概2万块左右 这个其实相较于过去iPhone的手机 要动辄4万5万块来讲 确实是有一个比较亲民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像iPhone 12 Max 这个6.1寸的搭载128GB的 那售价目前预估大概落在749美金 所以折合台币应该也就2-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 所以看起来这一次的iPhone 12 它不只有5G的配备 那甚至它的一个价格 应该也会让一般的消费者比较容易接受 再加上现在目前大家对于整个的一个 换机的需求其实蛮大的 所以iPhone 12的一个问世啊 似乎也会让大家会对于整个的 苹果未来的营运 给予高度的一个厚望的一个状态 所以也激励了苹果股价近期的一个飙升 那过去我们大家怎么知道 其实台湾身为苹果最大的供应链的一个厂商 跟一个国家一个区域 其实一般来讲如果iPhone销售的好 自然而然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供应链厂商 其实就会有水涨船高的机会 那过去台股厂商会听到所谓的瓶盖股 瓶盖股就叫做苹果概念股 为什么会有苹果概念股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台湾很多厂商的大部分的订单 可能都受惠于苹果 那苹果销售 苹果的产品销售好 那自然而然订单的增加量就会蛮大的 但是我觉得老师最近在统计一个数字的时候 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而这意外的发现也想分享给各位投资朋友 过去我们总认为如果苹果的股价表现好 那自然而然它的供应链厂商就是瓶盖股的表现也会相对应较好 但是我们追踪这两年的期间 这两年是2018年9月4号到2020年的8月31号 我们可以明显的观察到 这两年瓶股的股价已经涨了118% 那台股中的瓶盖股的部分 其实看起来表现比较好的一个是台积电 它这两年的股价涨了65% 第二档是做5G的这个生化价 这个跟通讯晶片有关的比较业者 他们的涨幅是来到67%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实帮苹果组装的鸿海 它这两年的股价涨幅竟然是负4% 甚至协助苹果提供高阶镜头的大力光 这个是台股的股王 这两年的股价竟然跌了30% 所以看起来其实是一个蛮吊诡的状态 就是苹果股价在创新高 但是帮它组装的鸿海 甚至提供高阶镜头的大力光 股价却出现了反向的发展 这个确实是有一些不寻常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我们再追踪这些股价 跟苹果股价的相关系数 所谓的相关系数 其实是所谓的关联度 那一般来讲关联度最高就是1 所以苹果自己的相关系数是1 那如果相关系数越高 代表未来苹果股价往上走 那这些跟苹果高度正相关的公司 未来的盈域也比较有好的表现 那目前我们去追踪台面上主要的苹概股 那看起来其实与苹果股价相关系数最高的 其实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相关系数是高达0.81 那郁金光这个其实是苹果的第二个镜头的供应链厂商 他们郁金光它的苹果股价的相关系数是0.74 那接下来是文贸的0.58 鸿海是0.36 大力光是0.16 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是有点吓一跳了 所以过去我们总认为大力光有很大的营运的来源 订单来源是来自于苹果 但是它其实跟苹果股价相关系数其实是非常低 只有0.16 所以我们就不能用过去的思维 认为未来的苹果iPhone销售的好 大力光的股价就有机会往上走 这个从过去的经验跟统计数字来看 似乎这个关系是不存在的 那甚至连鸿海跟苹果的相关系数也只有0.36 所以看起来这两年台股中的苹概股跟苹果的股价 似乎已经越走越远 他们的一个相形渐缘的情况之下 其实也造就了股价的涨幅跟苹果有点不太同调的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当然跟苹果本身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政策有关 比如说它在镜头的部分 它不会只想依赖大力光 所以它就特意去扶植郁金光 成为它的第二供应链的厂商 所以基本上大力光的订单被郁金光分死掉了 那自然而然就会造成郁金光的股价往上走 大力光的股价往下跌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跟苹果的一个本身的供应链的一个管理方式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那台股中其实跟苹果相关系数最高的台积电 其实我觉得它基本上是有它的道理 是因为其实我们看最新一代的iPhone 就是这个iPhone 12 它采取的是A14的晶片 甚至苹果的电脑Mac的中央处理器 甚至苹果Mac电脑的这个Mac的绘图处理器 大家有没有看到 全部采用的制程其实都叫做台积电的5奈米 看不到其他的一个其他供应链的情况之下 就造成了其实为苹果产品销售的好 那台积电的业绩自然也会好 那刚才有提到像镜头的苹果销售的好 大力光应该也要好 但是因为苹果把订单分死给郁金光 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不同调 反而台积电它独拿了苹果所有的订单 所以这也造就了苹果的整个的销售 跟整个台积电的股价的表现会呈现高度的正相关 那至于另外一档鸿海 因为其实组装的厂商不只鸿海 还包含了河硕 那这一两 今年其实有个重大的讯息 就是原本第三大的组装厂伪创 把iPhone的组装的业务卖给了中国大陆的厂商立讯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会让未来的这个订单的分死之下 也造成了未来即使iPhone销售好 不一定会直接而且很明确的带动鸿海 当然会有一定的正相关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呈现这种高度的正相关 这也是投资人在投资苹果概念股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那另外其实刚才讲的 这叫苹果供应链管理的一个政策 造成了这个股价相关 苹概股跟苹果股价的相关系数不同掉的情况之下 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就是 我们看到苹果这几年的业绩的一个贡献 其实来自服务的部分其实大幅的提升 那这张图其实是最新一季苹果的财报 它最新一季的营收是来到597亿美金 那年成长是高达11% 那其中来自硬体的是有成长 成长幅度是9.9% 但是来自服务的 来自软体的 它成长幅度高达15% 所以很明显我们观察到这几季苹果的一个财报 基本上都是来自服务的部分 呈现一个比较快速的成长 而来自硬体的部分 其实成长速度已经放缓了 那台厂本身对苹果最大的贡献 其实就是来自硬体的部分 所以当这个来自硬体的部分成长开始放缓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整个供应链 瓶盖股的业绩甚至股价的表现 就会开始跟苹果开始出现渐行渐远 因为毕竟苹果来自服务的业务的营收 占比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就会产生这样的差异性 那另外我们再仔细去拆解来自硬体的部分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意外的发现 就刚才有提到说来自硬体的年成长是高达9.9 但是来自iPhone这个产品的成长率 其实已经不到2%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警讯 那另外这个Mac 这个有打错 应该是NAC Mac 其实它的年成长是高达21% iPad年成长是31% 甚至这个窗带 就我们有用带的AirPods这个耳机 甚至这种Apple TV这样子的一个装置 其实年成长幅度都16% 所以看起来其实iPhone的成长幅度 其实已经被其他的硬体所取代 那另外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的 就是因为现在宅经济的一个需求 所以造成苹果的笔电的成长 还有它的平板电脑的成长 其实也会带动相关的一个供应链 厂商的业绩的一个跳升 那这是我们在观察苹果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因为苹果 其实它不止供应链的政策 不止它的产品的组合的调整 甚至我们也看到这几年 其实接苹果的订单的利润 是越来越低 那我们以整个帮忙苹果做这个机壳的 台股中有三家公司 分别为可乘 还有鸿海集团的红准 跟合硕集团的凯胜 那这张图其实是这金属三雄 这是从2012年到2020年的一个毛利率的表现 所谓的毛利率其实就是企业本业获利的一个状态 产品的利润的一个状态 一般毛利率越高 代表产品的利润越高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观察到 像2016年的时候 当时的可乘的毛利率还有50% 但是最新一季已经掉到22% 所以吃的苹果的订单 它的利润反而是越来越薄 越来越少 那另外像合硕集团旗下的凯胜 他在先前最高的时候 毛利率也来到32% 但是最新一季的也只剩下18% 今年的第一季甚至掉到-10%的一个状态 所以看起来苹果的订单 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可口了 那另外鸿海集团旗下的鸿准 它的毛利率过去大概还有20% 但是现在掉到也只剩下7% 所以换言之我们在看苹果的一个 所谓的订单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因为当利润越来越少的时候 其实也让台股过去的这些平开公司 可以因为苹果的订单 而出现股价业绩上扬的状态 其实这一两年已经看到的影响越来越少 所以一颗苹果过去救台湾 但是未来一颗苹果能不能忘台股中的平概股 这个问题就要打上一个蛮大的一个问号 那今天的一个产业分析的内容 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 在面对整个苹果股价创新高 甚至iPhone12即将要上市的一个同时 去思考台股的平概股 到底可不可以再做投资 那我是投资家日报的孙千鸿老师 每份只要35元投资家日报 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 聪明抓趋势投资看日报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